你是豬腳可以修補膝蓋 顧好關節嗎 七選擇 對 錯了錯了 各一半喔 對 先三個叉 是…來 佳蓉 圈 不會吧 圈 你怎麼了 聽聽看 沒有 我覺得這有用啊 因為我們膝蓋這邊 不是就是要有膠質嗎 對啊 要潤滑它 因為它就會 對啊 磨損啊 我覺得對 因為我那時候摔傷的時候 我奶奶給我燉那個 用雞腳 雞腳去熬湯 她也覺得是膠質 所以我喝雞腳湯 有喝鱸魚湯 然後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正確的 我相信你心不心啊 是不是 來 兩位 可是我覺得那個豬腳 熱量這麼高 高 可是它還是有膠質啊 對 它現在是說 有沒有不好關節 對 我覺得那個 OK 因為我們要吃那個膠質 OK OK 冷靜 對 如果我們要吃膠質 為什麼不吃白木耳 它有很多膠質啊 白木耳 對 它有很多膠質 那我吃那麼多熱 白木耳還沒什麼熱量好不好 所以膠質就是膠原蛋白的意思 我覺得這格格不就是這樣 格格就是 好 豬腳顧關節行不行 其實是不行的 確實很多坊間 提到一些高熱量的食材 包括豬腳啦 還有你剛剛提到的雞爪啦 魚皮啦 或者是說那種就是 那種高熱量的什麼皮 動物的皮之類 它確實有一些膠質啊 對 那確實是在我們的一個 膝蓋的軟骨裡面 它是有必須的營養成分 不過你要考慮到一點 剛剛舉例的這幾個 都是高熱量的食材 當你吃到這些的話 你相對的你可能你沒有吃到 足夠濃度的膠質 可是你吃到的是 大量的脂肪 跟大量的熱量 那會產生什麼一個問題 就產生肥胖 那肥胖會讓你這個症狀 更明顯 更嚴重 對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在所有的就是 如果你是屬於這種 膠質不夠的 就流失的 我們叫做肩液啦 骨質中的肩液 那個骨關節 跟骨關節中間的肩液 如果你真的會隨著老化 慢慢流失的話 其實你唯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保持你的體重 是屬於標準體重 因為當你的身體 越來越胖的時候 體重越來越重 你會加速它的摩擦更嚴重 會更不舒服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要吃它的話 不會馬上立即見效說 一定有感覺 但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會吃 所以如果它要吃的話 我們會建議就是你要吃 你就要搭配綠色蔬菜 不過如果你要吃到 補到那個量 其實是很難的啦 那如果關節真的不好的話 對於健康 其實還有更進一步的危害 大家要注意 對 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中軸骨 這一塊脊椎受傷 這個問題才是非常嚴重 從我們頸椎 胸椎 腰椎 肩椎 這一整個下 為什麼 這是我們的中軸骨 那這塊中軸骨 假設你長期 我覺得一個比較簡單的 它就開始退化了 就開始變形了 它就會 我們身體的那就會歪掉 歪掉之後你就會經常 腰痠背痛 第二個我們講說更嚴重的 這些中軸骨受傷之後 它會產生什麼 長骨刺 會追牽盤突出 那接下來咧 我們很多的神經 是從旁邊長出來 就會壓迫到你的神經 我們講說為什麼 頸椎受傷 我們要趕快給它帶個頸圈 或什麼 因為壓迫到神經 可能會四肢癱瘓 可是你如果這邊 比較嚴重的骨質疏鬆 也可能會壓迫到神經 也可能會癱瘓掉 壓迫到你的那個腰間椎 會大小便失禁 對 所以這個比較嚴重的 壓迫到你的一些 我們講還有一個叫 我們要維持一個 這個叫胸口 這我們的心臟肺臟都在這邊 當你很嚴重變形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就駝背 駝背它會駝背到 對 真的很駝 它沒辦法呼吸 它心臟因為它被壓迫 壓迫到 它就很喘很喘 甚至會死亡 所以比較嚴重 不只是一個 我們講說只是一個 單純骨折的問題 其實還有滿多恐怖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回來說到 這個關切的問題 我們總是要顧好它 真的 影響重大 佳龍你怎麼顧關切 因為其實我們家 到周老年都會被胖 我爸爸有104公斤 我奶奶也有快8 滿大隻的 所以我現在很小心 對 然後所以他們的膝蓋形式 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那我知道他們去做 看醫院 看復健科什麼 他們好像都有打 那個大分子的玻尿酸 可是聽說打完就真的對 比較舒緩 聽說好很多 那我不知道說 打這個東西 我們需不需要提早打 還是要等到 到了年紀 譬如說七八十歲以後 比較嚴重再打 還是說可能五十多歲以後 慢慢要試 你是想預防 需要預防性施打 大分子的玻尿酸 不需要預防打 我剛開始其實是講說 它這整個軟組織 整個結構 開始雖然鬆軟的時候 就卡拉卡拉 那如果你如果說 已經很嚴重到 它都已經硬骨頭 這些硬骨頭 硬白白這個叫做骨頭 那其實白骨 事實上這裡灰色 這叫軟骨 有一些潤滑液 有一些韌帶 這些都軟組織 我們分硬組織跟軟組織 那如果你硬組織 已經磨到磨損了 就打這些都沒有用了對不對 它已經磨成叫做換關節了 對 可是在早期 它只是鬆掉 或說我們講關節液不夠的時候 很多骨科醫師都形容它 我好像在打潤滑液一樣 它明明就很緊很不舒服 你給它潤滑一下 它馬上就舒服了 打下去當場就很舒服 所以很多 我很多洗身的腎友 他跟我講 打得超有效的 非常有效 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在臨床上觀察很多病人 都說有效 可是我們不能單看個例 瑞典曾經做了 一萬兩千多人的一個研究 它把退化性關節 分成三個族群 一個是打大分子的玻尿酸 一個是打安慰劑 一個是都不治療 然後不打治療 然後這樣分三組 然後他們去做問卷調查 到底有沒有幫助 他發現好像有輕微的 可以止痛的效果 可是在統計學上是沒意義的 所以更何況你要提早打 我就覺得這個是不必要 所以退化性關節炎出現 是因為年紀到了嗎 其實退化性關節我們一直在講說 老年人大家比較可以理解 就是我們開始營養不好 荷爾蒙下降 然後不動 這個叫做退化性關節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 最近年輕人 退化性關節越來越多 三四十歲就退化性關節 是喔 幾個原因 一個我剛剛講說 吃了很多一些油鹽糖 什麼飲料之類的 日夜顛倒 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大家很喜歡 騎腳踏車跟慢跑 對啊 是個暴力的 什麽 是個暴力的 不是 但是 那這一回 是邸tha 在講解 ultura